一千个孩子 第七十八章 我亲爱的孩子 还记得昨晚的故事吗? 我告诉过你 佛教和尚唐僧的徒弟们 是怎么和一只大鸟 一只蓝毛狮子 和一头黄牙大象战斗的 他们救了唐僧 救了狮子王国 他们离开了狮子王国 再次向西走 天气变冷了 池面出现了冰 树叶变黄变红 大地上盖着草 一团团的雪飞过天空 白天 游人们在风雪中行走 晚上 他们睡在冰冷的地上 有一天 他们看到了一座大城市 高高的城墙 四周有护城河围着 唐僧从白马上下来 和三个徒弟一起走过城门 大徒弟孙悟空看到一个老士兵睡在城墙旁的地上 他走向士兵 他摇了摇士兵的肩 说 醒醒 儿子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和尚 前往西天的天堂 取佛祖的经书 我们刚到你们的城市 告诉我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士兵看着孙悟空 以为他是雷神 士兵说 长老 这个国家以前叫比丘 但名字已经改了 现在是小紫城 孙悟空向其他人走去 他告诉他们 那个士兵告诉我 这个国家以前叫比丘 但已经改名为小紫城 唐僧问 如果以前叫比丘 为什么现在叫小紫城 唐僧的二徒弟诸人诸八戒说 可能从前有一位比丘王 他死了 他的儿子成为国王 所以他们改了名字 唐僧的三徒弟 大个子杀悟净说 那不可能是真的 那个老士兵 可能被老猴子吓坏了 就乱说话了 他们继续往城里走 看了四周 他们看到 卖酒的商店里 和饭馆里都是大声说话的客人 许多美丽的商店和茶屋 人们在卖金银和丝绸 只想要钱 客人们走路 说话和买东西 一个很大 很繁荣的城市 但是 他们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每家门口都有一个笼子 看上去可以装额 徒弟们 唐僧说 为什么这些人 都要把笼子 放在他们家门口呢 猪笑着回答说 师父 这一定是有好运气的一天 每个人都在举行婚礼 孙悟空说 胡说 哪有每家都办婚礼的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他不想吓到任何人 所以他挥了挥手 说了一些魔语 然后变成了一只蜜蜂 他飞到附近的一个笼子 往里面看了看 他看见 里面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飞到旁边的房子 看了看笼子里面 他看到了另一个小男孩 他看了八九栋房子 每栋房子都有一个小男孩 坐在笼子里 他回到唐僧面前 说 师父 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小男孩 最小的可能是四岁 最大的可能是六岁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他们继续走着 不久 他们来到了金庭馆义 太好了 唐僧说 我们进去吧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们可以让马休息 今晚我们也可以睡在这里 他们走进金庭馆义 经理见到他们 问 先生 你们从哪里来 唐僧回答说 我是一个穷和尚 是唐皇帝送去西天 去佛经的 我们刚到你们美丽的城市 我们要求你们的国王 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 请让我们今晚住在金庭馆义里 当然 经理回答说 请留在这里吃晚饭 你们今晚可以睡在这里 明天早上 你们可以和我们的国王见面 拿到签署的通关文书 唐僧谢了他 一些工人为游人准备了床 还为他们准备了素食晚饭 他们都吃了晚饭 这以后天黑了 工人们点了灯 唐僧 他的三个徒弟和经理都一起坐在灯下 唐僧对经理说 先生 请告诉我 贵国的人是怎么养孩子的 经理回答说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 就像天空中从来没有两个太阳一样 父亲的种子和母亲的血混合在一起 十个月后 孩子出生了 孩子们喝母亲的奶三年 他们就这样长大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是的 唐僧说 在我的国家也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来到你们的城市时 我们看到每家门前都有一个鹅龙 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小男孩 我不明白这一点 经理挨近唐僧 在他耳边低声说 先生 请不要问这件事 更不要去想它 然后 经理站起来说 现在 你可能很累了 我想 你应该上床睡觉了 但唐僧不肯上床睡觉 他坚持要听解释 最后 经理让所有工人都离开房间 他们走后 他坐下来对唐僧说 鹅龙在那里 是因为我们的国王是一个很不好的统治者 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个 在我弄明白这一点之前 我不能休息 他是怎么一个坏的统治者 好吧 我会告诉你的 这个国家以前叫比丘王国 三年前 一位老道士 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这里 女孩和观音菩萨一样美丽 道士把这个女孩给了国王 国王爱上了这个女孩 他忘记了一切 他忘记了他的王后和他的妃子 忘记了王国的事 他想做的就是一直和女孩在床上玩 他停止了吃喝 正因为这样 他变得非常虚弱 他快要死了 宫中的医生已经试了所有的药 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国王 那道士呢 我们的国王让他成为国王的岳父 这个人告诉国王 他有一种秘密的药 可以让我们的国王活一千年 道士去过十大洲和三个魔国 找做这种药 需要的草药 但现在他还需要再做一件事 他必须用一千一百一十一颗小男孩的心做汤 将汤加到药中 这就是你在笼子里看到的那些男孩 父母们太害怕了 不敢说任何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城市现在被叫做小子城 经理站了起来 他说 明天去王宫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说 只需拿签署的通关文书 然后继续你们的旅途 他吹灭了灯 离开了房间 经理离开后 唐僧开始哭了 笨国王 你的欲望几乎要了你的生命 现在 你打算杀死所有这些小男孩 你怎么能这样 猪走到他身边 说 师父 你怎么了 这就像把一个陌生人的棺材 带进你的家 你为他哭 你知道那句老话 当国王想让他亡国的人死 那些人必须死 当父亲要儿子死 儿子必须死 那些男孩儿是他亡国的人 他们对你来说是什么 走吧 我们去睡觉吧 唐僧说 哦 徒弟 你的心很硬 我们是和尚 我们必须帮助别人 这个国王怎么会这么邪恶呢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吃心脏会长生这种事 当然 听到这件事让我很伤心 孙悟空说 师父 我们今晚不要担心这个 明天我会和你一起去宫殿 我们将看到国王的岳父 如果他是人 只是认为药会带来长生 我就会告诉他真相 如果他是妖怪 我会抓住他 让国王看看他是什么东西 这样 国王就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恢复他的力量 不管怎样 我不会让他杀了那些孩子 唐僧说 那太好了 但是我们不能对国王说什么 我们不希望他对我们生气 没问题 今晚我将用我的魔力 我会把所有的男孩都弄出城 国王当然会听到这个消息 但他不会认为是我们做的 你怎么把男孩们弄出城 你知道我有一些神奇的力量 朱和沙留下和师父在一起 如果你感觉到一阵冷风 你就知道是男孩们离开了这座城市 孙悟空飞向空中 他叫来了城神 土地神 黑暗六神 光明六神 还有其他更多的神仙 他们都很快的来了 问道 大圣 你为什么半夜叫我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我刚到这个城市 国王是个坏人 他相信了一个邪恶妖怪的话 明天他计划从一千多个小男孩身上 取出他们的心脏 用来做一种神奇的丹药 能让他永远活着 我的师父要我救男孩 抓住妖怪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请你们大家来这里 请用你们的魔法举起男孩们 把他们带过城墙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远离森林 留他们在那里一两天 给他们吃的东西 保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感到害怕 等我把邪恶妖怪 从这个城市中除来 你们可以把男孩们带回来 到了三更的时候 一阵冷风遮住了天空中的星星 月亮消失在神奇的雾气后面 冷让人们的衣服变成了铁 父母躲在家里 笼子和小男孩们 被众神带走了 黑夜很可怕 但是第二天 每个人都会感到高兴 孙悟空回到了金庭馆义 他告诉唐僧 所有的小男孩都被带出了城 唐僧一次又一次的感谢他 然后他们都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唐僧穿上他最好的衣服 去见国王 经理走到他面前 低声的再次告诉他 不要去关心和他没有关系的事情 唐僧点了点头 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小虫 他飞向唐僧 停在河上的金色帽子上 唐僧向王宫走去 当他到了那里 他告诉一个宫中太监 他们想见国王 几分钟后 国王邀请唐僧进宝座房间 唐僧看着国王 他看到那个人非常虚弱 他几乎站不起来 说话也很困难 当唐僧把通关文书给他时 国王连上面的字都看不懂 国王好不容易地签署了文书 将它还给了唐僧 唐僧把文书放在他的长衣里 就在这时 一个太监走了进来 说 国王的岳父来了 唐僧转过身来 他看到一位老道士 晃动着身体 向宝座走去 他长什么样子 他的头上 一顶黄色的丝绸帽子 他的身上 一件丝绸和羽毛的斗篷 他的腰上 一条蓝色的布腰带 他的脚上 一双草作的云鞋 他的手上 一根龙头拐杖 他的脸像玉一样光滑 他的眼睛 像火一样燃烧 他的白胡子 在他的脸下飘动 云跟着他走动 香雾跟着他流动 官员们一起大喊 国王的岳父进宫啦 国王的岳父 没有向国王鞠躬 国王向他鞠躬说 岳父 朕的运气很好 您来见朕啦 道士看了看唐僧 然后对国王说 这位和尚从哪里来 他被唐皇帝送去西天取经书 他来这里 是为了拿到签署的通关文书 道士说 去西方的路很黑暗 没有什么好 然后他又说 我们听说 如果一个和尚是佛祖的徒弟 他可以永远活着 唐僧说 僧人知道万物都是空 他生活在不生的地方 他在不语中看到真奥秘 他没有被三界困住 如果想要知识 必须懂心 静静地坐着 让纯洁的心明亮 他照亮所有的想法 有大智慧的人 看起来很笨 他知道 不做就是做 最好的计划 不需要去想 因为一切都必须放下 想要通过丹药来长生 是非常笨的办法 放下一切 让你的头脑放空 简单生活 放下欲望 这样你将永远不停地享受生活 国王的岳父听了后 他笑了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他说 你说要认识现实 但是有关现实来自哪里 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听我说 坐坐坐 你的屁股会很痛 玩火 你会被烧伤 求长生的人鼓硬 求道的人精神强大 我去山上见我的朋友 我得到了一百种草药来帮助世界 我唱歌 人们拍手 我跳舞 然后我在云上休息 我讲道 我教老子的道 我用圣水除妖怪 我从太阳和月亮那里 得到力量 我混合阴阳来做神奇的丹药 我骑蓝凤凰到子宫 我骑白鸟到玉城 在那里 我见到天神 和你们寂静的佛教 是多么的不同 你们和平的黑暗 他永远不会 让你们去到这个世界之上 我的奥秘最高级 我的道最伟大 当他说完时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大喊 说得太好了 道最伟大 唐僧看着自己的鞋子 什么也没说 国王命令 为唐僧和他的徒弟们 举行素食宴会 唐僧吃完饭 谢了国王 转身离开 走的时候 孙悟空飞到他耳边说 师父 这个岳父是个邪精 国王在他的控制下 请回京庭管役 我会留在这里 了解更多的情况 唐僧离开了王宫 孙悟空留下来听消息 一位大将进来 向国王报告说 陛下 昨晚一阵冷风吹过城市 他把笼子里 所有的小男孩都带走了 太可怕了 国王喊道 朕已经病了几个月了 朕需要这些男孩 岳父 朕怎么才能再好起来 不 这是一个好消息 道士说 我们不再需要那些男孩了 当我看到唐僧时 我马上就知道 他已经做了十生的和尚 在他每一次的生命中 他的阳气变得越来越多 如果你能用他的心做汤 把汤和我的丹药混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活一万年 笨国王回答说 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他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可以杀了他 取他的心 这不是问题 现在他可能在金庭管义 命令关城门 把你的士兵送往金庭管义 告诉他们 把唐僧带回宫里 当他来到时 礼貌地问他 要他的心 告诉他 你将为他建一座神社 如果他拒绝 就把他绑起来 把他的心脏挖出来 这不是很容易吗 国王同意了 他命令关城门 让士兵包围金庭管义 孙悟空很快飞回金庭管义 他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 像唐僧说了他刚才听到的一切 唐僧 唐僧吓坏了 但孙悟空说 要想活下去 老的要变年轻 年轻的要变老 沙问道 哥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但唐僧说 没关系 如果你能救我的生命 我会做任何你说的事 孙悟空让猪弄一些泥 猪用耙子挖了一些土 但他不能离开金庭管义去取水 所以 他拉开他的长衣 在土上尿尿 把土和尿混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很难闻的泥球 他把球给孙悟空 猴子把泥弄平 抹在自己的脸上 让他变成他脸的样子 然后 他把他从脸上拉下来 拿在手里 他告诉唐僧 站着不要动 然后 他把难闻的泥 抹在唐僧的脸上 说了一些魔语 现在 唐僧看起来 就像猴子一样 唐僧和孙悟空 互相换了衣服 唐僧穿上了猴子的虎皮裙 孙悟空穿上了僧衣 孙悟空又再说了几句魔语 很容易地变成了唐僧 刚说完 他们看到 金庭管义前面 是一片长矛和剑的森林 三千名士兵包围了这栋楼 一名官员走进金庭管义 他对经理说 从唐帝国来的君子在哪里 那边 在客人的房间里 经理说 他吓坏了 官员走进客人的房间 说 爷爷 陛下请你去宫殿 甲和尚走出客人房间 猪和沙在他的两边 第七十九章 甲唐僧被士兵包围着走向宫殿 当他们来到宫殿时 大臣在宫殿门口对太监说 请告诉陛下 我们已经把唐僧带来了 太监把这告诉了国王 国王命令把和尚带入宝座房间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跪在国王面前 除了贾唐僧 他仍然站着 他大喊 比丘王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朕已经病了很久了 国王回答说 朕的岳父为朕做了一种长生丹药 但朕需要再加一点小东西 你有那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给朕 朕会为你建一座庙 四个季节里 人们都会在庙里祈祷 他们将永远为你烧香 我是一个普通的和尚 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 你有朕需要的东西 朕需要你的心 贾唐僧笑着说 陛下 我有很多心 你想要哪一个 国王很吃惊 他说 朕要你的黑心 好吧 给我一把刀 我会打开我的胸 如果我胸里有一颗黑心 我会很愿意把它给你 国王命令他的一个官员 给贾和尚一把刀 贾唐僧打开长衣 左手在胸前 用刀深深的切了下去 他的胸被打开 一堆心掉出来 掉在了地上 流着血 贾和尚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拿起 举起来让大家看 有一颗红心 一颗白心 一颗黄心 还有一颗邪恶的心 一颗害怕的心 一颗谨慎的心 一颗没有名字的心 但是没有黑心 国王吓坏了 他大喊 把他们拿走 把他们拿走 孙悟空不想再等了 他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 他拿起心脏 把他们放回到他的胸里 然后他说 陛下 你有眼睛 但你看不见 我们和尚都是一片好心 只有你的岳父 有一颗黑恶的心 道士看到和尚 已经变为孙悟空 他飞到云上 孙悟空跳到空中 大喊 你要去哪里 试试我的棒 两人开始在半空中打起来 孙悟空用他的金箍棒 砸向道士的头 道士用他的龙头拐杖 挡住了这一击 猴子的棒 就像一只从山顶 跳下来的老虎 道士的拐杖 就像一条从海中出来的龙 天空中满是雾气 国王吓坏了 跑去躲了起来 猴子和道士 战斗了二十个来回 道士累了 他变成一道冰冷的光 飞到国王的睡觉房间 找他的女儿 他也变成了一道冰冷的光 他们两个人一起消失了 孙悟空回到了王宫 他对大臣们说 嗯 那是你们国王的岳父 大臣们向他鞠躬 感谢他 孙悟空挥了挥手 说 别再鞠躬了 去找你们的国王 大臣们走进国王的睡觉房间 国王不在那里 女孩也不在那里 然后见四五个太监 走进宝座房间 帮着国王走路 大臣们告诉国王 发生了什么事 国王对孙悟空磕头说 先生 你今天早上来这里的时候 你很好看 为什么你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 孙悟空回答说 陛下 今天早上 你以为你在和我的师父圣僧唐僧说话 他是唐皇帝的弟弟 我是他的大徒弟 我的两个兄弟徒弟也在这里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败妖怪 因为我知道 他想杀死我的师父 用他的心做汤 国王命令他的大臣们 去京庭馆义 请唐僧和另外两个徒弟 当然 唐僧脸上还是戴着泥面具 看上去像孙悟空 大臣们很困惑 但唐僧解释说 他看上去像孙悟空 是因为他戴着面具 唐僧带着猪和沙 和大臣们一起走向王宫 他们来到王宫时 孙悟空拉掉了他师父脸上的泥面具 说了几句魔语 唐僧看起来又像唐僧了 孙悟空转向国王问道 陛下 你知道这两个妖怪 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们应该抓住他们 这样他们就不会造成 更多的麻烦 国王回答说 三年前他来到这里时 他说他来自清华村 在离这里向南七十里左右 一个叫柳林坡的地方 他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第二位妻子生的女儿 他还没有结婚 所以他是他送给朕的礼物 朕爱他 让他成为了宫中的妃子 但过了一段时间 朕病得很重 妖怪说他有丹药 但他需要一千一百一十一名年轻男孩的心脏 我很笨 相信了他 这些男孩 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唐僧问 他们今天要从那些男孩那里取心脏 朕不知道你会来这里把男孩们带走 但邪恶的妖怪告诉朕 你十生都是圣僧 他说 因为你的阳气很强 用你的心做的丹药 会比用那些男孩的心做的丹药 更强大 朕感到困惑 朕那时没有认识到这是多么的邪恶 朕非常感谢你 现在请用你巨大的魔力来阻止这个邪恶的妖怪 朕将把朕国家里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孙悟空说 说真话 把男孩们带出城外是我师父的主意 所以我就那样做了 请不要说关于给我们财富的事 我只想抓到那个邪恶的妖怪 朱 我们走吧 朱把手放在肚子上 说 我想跟着你 哥哥 但我的肚子是空的 国王为朱人安排了一大顿素食饭 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 然后他到空中和孙悟空一起飞走了 两个土地向南飞了七十里 才来到了柳林坡 他们从云上往下看 他们没有看到清华村 只看到一股清晰 在千千万万棵柳树之间流过 孙悟空说了一些魔语 叫来土地神 土地神来了 他看起来很担心 他跪下说 大圣 柳林坡的土地神向你磕头 孙悟空说 别担心 我不会打你的 告诉我 清华村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清华洞 但没有清华村 你为什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比丘王被一个邪恶的妖怪骗了 但我看到妖怪真的样子 我在战斗中打败了他 妖怪飞走了 变成了一道冰冷的光 国王说 妖怪来自柳林坡的清华村 我看到了山 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村庄 大圣 我想帮助你 但邪恶的妖怪有很大的力量 如果我帮助你 他会重重的惩罚我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清华村在哪里 但是我可以帮你找到清华洞 去小溪的南边 找一棵有九根树枝的柳树 从左到右 围着树走三圈 然后从右到左再走三圈 双手放在树上 喊三声 开门 你就会看到洞 孙悟空告诉土地神 他可以走了 孙悟空很快找到了 那棵有九根树枝的树 他对猪说 在这里等着 我去叫开门 我会找到邪恶的妖怪 把他赶出山洞 你看到他时 请帮我打败他 猪同意了 孙悟空从左到右 围着树走了三圈 然后又从右到左走了三圈 他把双手放在树上 喊了三声 开门 树马上消失了 两扇门打开 在门里 他可以看到明亮的雾气 他跑进了山洞 洞里面很漂亮 白色雾气从山洞里飘出 不同颜色的奇怪的花 后面是邪恶的妖怪 和美丽的女孩 他们俩一起说 我们计划了三年 他将在今天完成 但那只无耻的狐孙 毁了这一切 孙悟空拔出金箍棒 大喊道 你们这些很笨的人 你们在说什么 试试我的棒 邪恶的妖怪 拿起他的龙拐杖 他们开始在山洞里 打了起来 真是一场战斗 金色的光从棒上射出 愤怒的雾气从拐杖上发出 妖怪喊道 你怎么赶进我的山洞 我是来打扮妖怪的 孙悟空回答 我对国王的爱 和你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对这感兴趣 和尚做的事是仁慈 我们不能让你杀死这些小男孩 他们继续战斗 他们踩在美丽的花朵上 蜜蜂和蝴蝶飞出了山洞 洞里明亮的雾气变得黑暗 只剩下猴子和邪恶的妖怪 他们的战斗翻起了卷地咆哮的大风 慢慢的 他们的战斗让他们去了洞口的方向 猪正等在那里 猪听到了战斗的声音 他真的很想加入战斗 但是他没有办法加入 所以他用他的耙子击倒了九枝柳树 树倒在地上 伸吟着 猪说 哦 这棵树成精了 然后 妖怪跑出了山洞 猪冲上去 他把耙子高高举起 向妖怪击去 老妖怪看出 他没有办法赢这场战斗 他摇了摇 变成一道冰冷的光 向东飞去 孙悟空和猪追着他 但当他们追上妖怪时 他们看到南极的老兽星 已经抓住了冰冷的光 大圣和天鹏元帅 不要再追妖怪了 老道士向你们问好 老兽星兄弟 孙悟空回答 你好 你从哪里来 邪恶的妖怪在哪里 他在这里 老兽星笑着说 请不要伤害他 那个邪恶的妖怪不是你的亲戚 你为什么要为他说话 他是我的送信人 我不小心 让他跑了 他就在这里 变成了一个妖怪 请把他变回到他自己的样子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 他真的样子是什么 老兽星放出了冰冷的光 他说 无耻的兽 让我们看看你真的样子 妖怪变成了一只白鹿 鹿不能说话 他只能躺在地上哭 鹿的脚像七把长刀 饿的时候 他常常吃草药 渴的时候 他常常喝雾锡中的水 慢慢的 他自己学会了飞 很多年以后 他学会了怎么改变自己的样子 现在 他听到了他主人的话 他恢复了他自己的样子 躺在泥土上 老兽星帮助鹿站起来 他骑上鹿 准备飞走 但孙悟空阻止了他 老哥 他说 请先不要离开 还有两件事 我们必须解决 哪两件 我们必须抓住那个美丽的女孩 我们必须一起回去 向比丘王报告 好吧 我等你去抓住那个女孩 然后我们会一起去见国王 两个徒弟回到山洞 大喊 抓住鞋镜 美丽的女孩想要逃跑 但山洞没有后门 他被困住了 你要去哪里 猪喊道 看我的耙子 你这个难闻的 说谎的鞋镜 女孩没有武器可以用来战斗 他变成了一道冰冷的光 想要飞出山洞 但孙悟空用棒击中了光 杀死了女孩 他死后 便回到了他真的样子 一只白脸狐狸精 猪举起耙子 准备再次打狐狸 但孙悟空说 别打他 我们需要让国王看看 他女朋友真的样子是什么 猪抓住狐狸精尸体的尾巴 把他拖出了山洞 山洞外 老兽星正在和白鹿说话 他对鹿说 恶兽 你为什么从我身边逃走 变成邪精 猪把狐狸精的尸体扔在地上 他对鹿说 我猜 她是你的女儿 鹿点了点头 哭了起来 老兽星对鹿说 恶兽 你运气好 还活着 他拿下腰带 把他系在鹿的脖子上 他说 大圣 我们去见国王吧 等一下 孙悟空回答 他告诉土地神 去拿下腰带去拿一些干的烧火木头 升起火 他们把所有的干木头都放在山洞口 然后他们点了火 洞里的一切都被烧成了灰 孙悟空 孙悟空告诉土地神 他可以离开了 然后他们都飞回了国王的宫殿 他们走向国王的宝座 孙悟空把狐狸精的尸体扔在了国王面前的地上 这是你的女朋友 他对国王说 你现在想和他一起玩吗 国王开始发抖 国王和他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上 向孙悟空磕头 孙悟空笑着说 你们为什么要给我磕头 他指着白鹿说 这是国王的岳父 可能你们应该给他磕头 国王非常尴尬 他只能说 我感谢唐僧救了我们国家的男孩 然后他命令给四位游人和老寿星举行一场素食大宴 宴会正在准备的时候 唐僧问老寿星 如果说白鹿是你的 他怎么会来这里伤害人呢 老寿星回答说 不久前 东方大王经过我山里的家 我请他留下来和我下棋 在下棋的时候 这只无耻的兽跑了 我们找不到他 但是我用手指算了一下 知道这兽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他 在我到的时候 我遇到了大圣 如果我晚一点来 我想我的兽会死 宴会准备好了 真是一场大宴 房间里有许多颜色 压形的火盆里 飘出烧香的烟雾 桌上放满了蔬菜 龙形的蛋糕 狮形的糖果 鸟形的酒杯 金色的盘子上 堆满了巨大的包子 银碗里 装满了香米饭 热辣的汤面 许多种蘑菇 十种蔬菜 百种食物 所有这些 全部是给游人的 主桌上 老寿星坐在荣誉位上 国王坐在他旁边 唐僧坐在国王旁边 三位徒弟坐在旁边第一张桌子上 三位老大臣坐在旁边其他的一张桌子上 有音乐和跳舞表演 国王举起他的紫色酒杯 向所有人敬酒 每个人都吃了很多 但猪当然吃了 比其他人加起来 吃的东西还要多的东西 宴会结束后 老寿星站起来离开 国王走到他面前 磕头 向他请求健康和长生不老的秘密 我没有带任何丹药 老寿星说 即使我有丹药 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太虚弱 没有办法用它 但我有三颗枣 我本来是想要把他们送给东方大王的 你可以吃了他们 不用给东方大王了 比丘王吃了早 他马上开始感觉好多了 他的病治好了 这可能就是他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们 长生的原因吧 猪对老寿星说 哎 你还有那些枣吗 老寿星回答说 对不起 没有 但下次见到你 我会给你一些 他感谢了国王 然后他跳到路的背上 他们到了空中 飞走了 宫里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烧香 唐僧对徒弟们说 拿上行李 我们必须离开了 国王请求唐僧留下来教他 孙悟空对他说 陛下 这很简单 你必须控制你的欲望 多做好事 用你好的补你不好的 这将会让你不生病 让你有很长的生命 国王命令 用御用马车 把游人送出城 他们坐着马车 开始沿着城市的街道 向城门走去 突然传来一阵大风的声音 他们抬起头看 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鹅龙 从天上下来 掉在路上 每个笼子里都有一个在哭的小男孩 天上 神仙们大喊 大兽 你让我们把这些男孩带出城外 我们听说你打败了邪恶的妖怪 所以我们把每个小男孩都带回来了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跪下磕头 孙悟空喊道 谢谢你们的帮助 现在请回到你们的神社 我会请这些人拜谢你们 城里所有的人都来接他们的孩子 他们抱起男孩 叫着他们宝贝亲爱的 他们笑着跳着 他们让孩子们牵着唐僧 孙悟空 猪和沙的手 把他们带去他们的家 没有人害怕徒弟们很丑的脸 每家都想给游人们举行一个大宴 游人们只能在城市停留一个月 真是 他们做的好事像山那样大 他们救了一百一千条生命 你可能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 我会在下一个故事中告诉你